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圆满完成各项议程 于1月18号下午在辽宁人民会堂胜利闭幕 陈秋发出席会议并讲话 唐一军夏德仁出席会议 省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 于1月18号上午在辽宁人民会堂胜利闭幕 陈秋发出席闭幕会并讲话 唐一军出席闭幕会夏德仁主持闭幕会 1月18号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三次会议 陈秋发主持会议 1月18号省政协举行十二届五次常委会议 夏德仁出席会议并讲话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数字亮点频现 这些数字凝聚着过去一年全省上下砥砺奋进 改革创新的不懈努力 看数字变化增发展信心 今天我们来聚焦数字背后的我省经济发展 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的实施意见 今年1月1号起开始实施全面推进国企工资决定机制改革 促进国企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 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历时三天圆满完成各项议程 于1月18号下午在辽宁人民会堂胜利闭幕 闭幕大会的执行主席是陈秋花 唐一军 孙毅 孙国相 张铁民 康杰 杨冠林 杨忠林 于炎良 出席和列席本次大会的领导友 夏德仁 谭作军 张磊 王边江 廖建宇 张福海 刘焕心 陆志源 张连毅 陈绿平 王大伟 崔风林 王明玉 好春荣 李金科 卢科 戴玉林 刚锐 李小安 江军 赵延庆 许波 高科 张学群 于天敏 正省级老同志文士镇 张文岳 孙琦 王怀远 肖作福 会议由大会执行主席 主席团常务主席孙毅主持 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共有代表602人 出席大会的代表572名 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采用吴济明按表决器方式 依次通过了关于辽宁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关于辽宁省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与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 关于辽宁省2018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19年预算的决议 关于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关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关于辽宁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表决通过了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社会建设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各项表决结束后 陈秋发做了讲话 他指出 在全体代表和与会同志的共同努力下 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 这是一次团结奋进 开拓创新 统一思想 宁心俱立 风轻气正 务实高效的大会 必将动员和激励全省人民 以更加坚定的信心 更加昂扬的斗志 更加扎实的工作 朝着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的目标继续前进 陈秋发指出 过去一年 全省上下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一手抓改革发展 一手抓从严治党 全省经济呈现稳中有进 总体向好的良好态势 各项事业有序推进 人民生活不断改善 社会大局保持稳定 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关怀支持的结果 是全省各族人民团结拼搏 砥砺奋劲的结果 全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 人大代表主动站位两个一线 着力建设两个机关 为加快推进辽宁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 做出了重要贡献 陈秋发强调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 各级人大代表要肩负起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重托 忠诚履职 锐意进取 扎实工作 为辽宁加快推进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一是要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肃劳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始终在政治立场 政治方向 政治原则 政治道路上 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 牢牢把握人大工作正确的政治方向 二要始终坚持依法履职尽责 聚焦补齐四个短板 扎实做好六项重点工作 打好三大攻坚战 深入推进一带五基地建设 实施五大区域发展战略 更加积极主动站位两个一线 助推辽宁振兴发展 三要始终坚持加强自身建设 更好地行使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 把基层群众的所需所判反映上来 着力建设两个机关 人大代表要带头学习宣传 模范遵守 忠实执行宪法和法律 带动引导全社会 形成学法 遵法 守法 用法的良好氛围 陈秋发强调 全省各级党委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人大工作的领导 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 行使国家权力 支持和保证人大依法行使 立法权 监督权 决定权 任免权 更好发挥人大代表作用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 和辽宁省国家工作人员 宪法宣誓组织办法的有关规定 新通过的省13届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 组成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 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 胜利闭幕 本台报道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辽宁省第12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圆满完成各项议程 于1月18号上午在辽宁人民会堂 胜利闭幕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陈秋发 出席闭幕会并讲话 省委副书记 省长唐一军出席闭幕会 省政协主席 党组书记夏德仁主持闭幕会 本次大会的执行主席是 下边人 戴玉林 刚瑞 李小安 武县华 将军 赵延庆 许波 高科 大会秘书长 李树民 出席闭幕会的领导同志友 陈秋发 唐一军 谭作军 张磊 王边江 廖建宇 张福海 刘焕心 陆志源 张连毅 孙毅 孙国相 张铁明 康杰 杨关林 杨忠林 陈绿平 王大伟 崔风林 王明玉 郝春荣 李金科 唐建武 王松 史贵如 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正省级老同志 文士镇 张文岳 孙琪 王怀远 肖作福 曾在省政协担任领导职务的 副省级老同志 助聊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特邀列席人士 部分省职部门负责同志 各县市区政协主席 列席会议 大会通过了政协辽宁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通过了政协辽宁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关于常务委员会提案工作报告的决议 听取并审议通过了政协辽宁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 通过了政协辽宁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政治决议 陈秋发在讲话中代表省委对会议圆满成功表示祝贺 他指出 过去一年 全省各级政协组织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认真履行政治协商 民主监督 参政议政职能 为推进辽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 陈秋发强调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是全面进城小康社会关键之年 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 要围绕中心工作勤勉屡职 协商议政发挥作用 助推辽宁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 一是要深入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 牢牢把握新时代人民政协的新方位 新使命 切实把党的政治主张和方针政策 贯彻落实到政协履职工作各方面和全过程 推动转化为社会各界广泛共识和自觉行动 二是要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 束劳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确保党中央大政方针 及省委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三是要围绕全省中心工作 发挥职能作用 围绕补齐四个短板 扎实做好六项重点工作 搞好调查研究 为党委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围绕群众最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 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 积极建言资政 四是要进一步凝聚共识 汇聚力量 围绕今年全省各项目标任务 做好统一思想 引导预期 提振信心的工作 五是要切实加强自身建设 抓好委员队伍建设 着力提高政协履职能力 打造封清弃政政协机关 陈秋发强调 全省各级党委要把政协工作 摆到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 加强和改进党对政协工作的领导 大力支持人民政协依法一张履行职责 为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 更好的发挥作用 创造良好环境 提供有力保证 夏德仁在讲话中说 本次会议期间 广大省政协委员 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深入讨论政府工作报告 和其他报告 认真审议省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 提案工作报告等文件 屡职建言成果丰硕 这是一次民主团结求实奋进的大会 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的生机活力 夏德仁强调 新的一年里 人民政协要旗帜鲜明讲政治 肃劳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确保人民政协事业正确的政治方向 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紧扣事关辽宁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的重大课题 开展协商议政 使各项屡职活动更加契合中心任务 更加符合决策需要 更加体现人民心声 要广泛汇聚振兴发展力量 把加强思想政治引领 广泛凝聚共识 作为屡职工作的中心环节 加强各党派团体 各族各界人士大团结大联合 协助党和政府做好解疑试货 宣传政策 理顺情绪 化解矛盾的工作 形成强大正能量 要求真务实提高协商能力水平 把体制增效 贯穿屡职工作全过程和各方面 展现新时代人民政协的新气象 新担当新作为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 闭路 本台报道 1月18号上午 省市三届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 举行第三次会议 陈秋发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关于辽宁省人民政府 工作报告修改情况的汇报 听取并通过了关于辽宁省 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 与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审查结果的报告 关于辽宁省2018年预算执行情况 和2019年预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 听取了关于各代表团 对省13届人大常委会 省高级人民法院和省人民检察院 工作报告审议情况的汇报 会议通过了辽宁省第13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关于辽宁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的 决议草案 关于辽宁省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 与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 决议草案 关于辽宁省2018年预算执行情况 和2019年预算的决议草案 关于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 关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 和关于辽宁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 通过了辽宁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 社会建设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名单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辽宁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代表提出议案处理意见的报告 本台报道 下面播发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辽宁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于2019年1月18号通过辽宁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 社会建设委员会组成人员共12人 副主任委员按姓名笔画排列 夏同 李宇光 张东升女 委员 王孝九 王阳女满足 刘伟 孙小红女 张洪波 张海涛 陈红女满足 胡敬秦女 贺家辉 成立国 献与公告 辽宁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 2019年1月18号 1月18号 省政协举行12届五次常委会议 贯彻落实中共辽宁省委对进一步做好 人民政协工作的新要求 和省政协12届二次会议精神 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夏德仁出席会议并讲话 夏德仁指出 做好今年省政协常委会工作 首先要牢牢把握新时代人民政协的新方位新使命 真正把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 学懂弄通做实 推动人民政协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 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不断健全和完善新型协商义正形势 推动人民政协事业更好发展 省政协常委作为关键少数 要先学一步深沿一层 做好学习的表率 在推动履职实践上下功夫 夏德仁强调 要紧紧围绕事关辽宁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的重大课题 开展协商议政 要下功夫深入调研 拿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 为省委省政府科学民主决策提供重要支持 省政协常委要主动对标要求 带头履职尽责 全面提制增效 在委员层面 要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意识和能力 在省政协机关开展提高能力 勇担当 服务保障做贡献活动 进一步提高 政协机关干部队伍 专业化水平和工作质量 本台报道 今年的省政府工作报告中 一组组数字亮点频现 这些数字凝聚着过去一年 全省上下砥砺奋劲 改革创新的不懈努力 发展质量更好 转型升级更快 民生保障更实 数字会成的成绩单是肯定 更是满满的期许 看数字变化增发展信心 今天我们来关注过去一年 我省经济发展脉络 过去的一年 我省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 预计全省地区生产总值 2.53万亿元 比上年增长5.6%左右 地方财政总收入 4525亿元 增长7.8%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616亿元 增长9.3% 城镇登记失业率3.98% 新增就业49.3万人 超额完成全年任务 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5%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分别为37342元和14656元 分别增长6.7%和6.6% 三次产业三大需求稳定增长 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3.5%左右 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7.5%左右 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4.5%左右 农业再货丰收 粮食产量达到438.4亿斤 工业增速位居全国前列 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4142.8亿元 增长6.7% 进出口总额7545.9亿元 增长11.8% 支撑性指标协调增长 全社会用电量增长7.8% 工业用电量增长7.9% 铁路货运量增长11% 总的来看 辽宁经济筑底齐稳 稳中有进 尽中向好 开始步入平稳健康发展轨道 1月18日 台蒙辽宁省第五届委员会 第五次全体会议在沈阳召开 台蒙辽宁省委主委胡军 代表第五届委员会做工作报告 会议号召台蒙各级组织和广大盟员 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中共十九大精神 进一步发挥台蒙自身优势 深化两岸各领域交流 扎实推进对台联络工作 继续把维护台胞的合法权益 作为社会服务工作的重要内容 稳步提升社会服务工作 要勇于担当扎实工作 为加快推进辽宁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发展 贡献智慧和力量 本台报道 新华社1月17号刊发报道 题为辽宁扩大对外开放朋友圈 注入振兴新活力 报道说 2018年辽宁省实际利用外资 同比增长约32% 与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往来 不仅盯住外资外企 辽宁还把寻求开放合作的目光 投向国内先进省份和优质企业 站在新的时间起点上 辽宁省谋划新的对外开放格局 今年的辽宁省两会上 省政府对扩大开放做出新的部署 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 保持外贸稳定增长 大力促进跨区域合作 抓好人才 隐喻用流 辽宁省人民政府 关于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的实施意见 自今年1月1号起开始实施 作为全省国有企业收入分配领域的一次重大制度安排 1月18号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财政厅 国资委联合召开电视电话会议 对全面推进我省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改革 进行了部署 实施意见提出改革国企工资总额决定机制 建立企业工资与效益联动机制 全面实行工资总额预算管理的 通过改革促进国有企业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 调动全省国有企业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根据我省国有企业工资总额分类管理 建立差异化的工资决定机制 全面实行预算管理方式 推进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改革 我省将改变过去国有企业工资总额增长 同经济效益单一指标挂钩的办法 强调综合考虑劳动生产率 人工成本投入产出效率和职工工资水平的市场对标等情况 工资水平是否合理 由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选择国内同行业内企业规模相近 效益水平趋同的企业 进行利润净资产收益率 劳动生产率及工作水平对标 并与劳力市场工作加密相符合 这一措施也需要各市各有关部门 吸收具体的细化的措施和办法 同时全省国有企业还将深化企业内部分配制度改革 落实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人才评价和激励机制 统筹考虑以具有竞争力的薪酬水平吸引和留住人才 提高劳动生产率 降低人工成本等因素 科学制定与企业发展战略相适应的薪酬策略 1月18号 沈阳市国资委通过公开临选选拔的首批16名外部董事 正式派向14户市属国有企业 外部董事在国有企业中将坚持独立性 体现出资人意志 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2019年铁路春运从1月21号到3月1号共计40天 神铁预计发送旅客2700万人册 同比增长5.5% 根据客流预测 铁路部门计划开行林克67队 其中动车组林克37队 春运期间 列车席位将达到54.5万个 同比增加2.5万个 1月18号 大连地铁5号线火车站到缩宇湾南站区间 大直径泥水顿购海洪号正式始发 标志着大连海底隧道工程进入攻坚阶段 大连地铁5号线预计在2023年上半年 通车试运营 1月18号 由省卫健委组织省内眼科专家组成的医疗队 从沈阳启程 赴钢比亚执行光明型眼科一诊任务 1月18号 龙泰陈宇故宫养心殿文物特展在省博物馆开展 共展出285件组重要文物和陈设 展品采用原状陈列的方式 最大限度地还原了北京故宫养心殿各区域的风貌 展览将持续到4月18号 本台综合报道 好的 感谢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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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